我们在骑车或开车的这个途中 都难免曾经会跟别人发生碰撞 可是你知道吗? 纵使今天是你倒霉 明明是你被撞 而且你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 也不负担任何的责任 但如果你选择冒然离开现场的话 你还是有可能会构成肇事逃一罪哦 嗨,大家好,我是茶客律师 社会在走,法律要懂 欢迎收看,是在hello 天天问你解答法律问题哦 那就以我自己曾经承办过一个案件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其实是我爸爸 那我爸爸其实跟我非常不一样 我爸爸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而老实的人 跟我这种比较赶翘的样子比起来差很多 好,那这个案件是这样 我爸爸在有一天骑车的时候 被后面的来车追撞上来 那他撞到我爸的时候 就哭着跟我爸讲说 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驾照 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报警 那因为我爸爸他很善良 他就不宜有他的想说 那对方真的也是蛮可怜的 加上他自己的损失也没有到很大 所以他就选择不要报警 可是呢,就在两天之后 我的爸爸居然收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 要求我爸爸在他指定的这个时间内 前往制作笔录 按由呢,正式造势逃一罪 借由这样一个案件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宣导 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不是我造成的 而且我才是被撞的那个人 我到底可不可以离开现场 那这个问题的关键会在于 你到底有没有人在这一起交通事故里面 受伤或死亡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或许只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这个毁损罪 或者是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可是呢 如果有人在这一起交通事故里面 死亡或受伤的话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时务非常久 就连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呢 我都必须要跟我的学生 花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来进行一点阐述 尤其是在今年5月31号以后呢 刑法第180数条之次 又历经过一次修法 我想先带各位观众朋友 认识一下新旧法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在今年5月31号以前 刑法第185条之四 是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造势 因而致人死伤的话 那就必须负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可是在今年5月31号以后呢 就改成了 我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 因而致人死伤的话 那就会负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聪明的你发现了吗 新旧法除了其他的刑责 或者是其他要件不一样以外 更重要的是 从旧法的造势这两个字 改为新法的发生交通事故 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骑车或开车的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 不论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你造成的 不论你是不是被撞的那个人 只要有人在这个交通事故里面 死亡或受伤 你就不能贸然离开现场 如果你选择离开现场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构成找事逃遇罪哦 那讲到这边 或许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想要问我说 查克律师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明明这一起交通事故并不是我造成的 而且我才是被撞倒的那一个人 那我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以上我通常会建议我的当事人的两点 第一点 当然就是要报警 把这个交通事故的来龙去脉 跟过程一五一十的提供给警察 做一份详实而完整的笔录 如此一来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你对于车损的范围 到底在哪里 可以做一个及时的认定与记录 避免未来双方在请求损害赔偿的过程当中 对于财产上的损害在一起争执 第二个 除了车损以外呢 你对于人体上的受伤 也可以做一个及时的认定 也避免未来在争取 非财产上损害的过程当中 针对于身体上的损害再起争执 或许会有另外一般民众想问我说 可是查克律师 我们发生交通事故 很多时候是在上下班途中 我们上班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还等警察到现场绘制完图之后 又把我们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呢 如果双方同时都有时间上的压力 而且对于双方未来不会再起刑事 或民事上的追诉的话 或许可以采取下列以下方式 将双方同意彼此离开肇事现场 且对于彼此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不会再起民事及刑事追诉责任的 这样一个共识 用手机或其他录音录影设备 给记录起来 以避免双方在未来再次反悔 第二个 我也建议各位观众朋友 要跟对方互留联络资讯 以降低未来在实物上 你被认定成肇事者 而刻意隐瞒肇事身份的这样一个机会 以保障自己在形式上 或在民事上的权益 好 以上两点就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 在未来的日子里 如果有遇到相类似的事情 可以进行一点参考 当然是希望不要遇到啦 你有法律问题需要解答吗 欢迎点击下方连结 将你的问题留言给我们 就有机会在周末的节目中 由律师亲自为你解答哦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本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下方的爱心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哦 是在hello每天下午5点 Line Today 生活分类准时上线 我是 met�謀小弟坑esa 我是 met�謀小 dirt和大乡 Couldn't